厨神技能判断 这种刀乃是用上好不锈钢制成 切熟实 适用性高 锋锐无比 是 你大爷 暂停 不明姐没好气地暂停了技能养成器 这种时候是研究厨艺的时候吗 你在这里鬼嚎什么 唐柔似乎压根就没看见他手里的刀 上前两步 指着这个男人大声道 几里咕噜 几里咕噜 这 这是哪里的方言 怎么看起来像哪个深山老林里出来的民族似的 他说的好像是印度话 这里长期接待各路外宾 总算有人听出来一点端倪 印度话 你们这儿有没有印度翻译 唐柔皱了皱眉 有的有的 可是深刻卖夜都回去了呀 傅明杰走上前 上上下下打脸着这个印度阿三 是真的有点眼熟啊 就是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唧里咕噜 唧里咕噜 印度阿三一眼看见傅明杰 整个人突然发疯似的蹦了起来 指着他的鼻子上蹦下跳啊 这个上蹦下跳的姿势 这个手舞足蹈的鬼画符 这个粗大的弹幕链子 哇靠 老婆想起来了 这个不就是那天王欣雅带自己去的印度餐厅里的主厨吗 你 你他娘的跑来这里 做什么 印度阿三手中寒光闪闪的切肉刀 在拼命地挥舞 他的嘴里在不停地念叨着一连串的吉里咕噜 他的脸上有大颗大颗的汗珠 他的眼里有近乎疯狂的神色 四周的人群忍不住纷纷后退 只留下唐柔和傅明杰 你是不是看见了什么 傅明杰的冷汗也忍不住下来了 明知道对方可能听不懂 还是忍不住开声问他 几里呱啦 几里呱啦 看见什么 唐柔皱了皱眉 他皱眉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风景 这事说来话长 傅明杰犹豫了半天 也不知道从哪里说起 话说回来 这个阿三为什么知道自己在这里 为什么半夜跑到自己的住所楼下大呼小叫 还想说什么 可惜在场没有一个人听明白 但是有一个词语出现的频率实在是太高了 就算没学过印度话 死记硬背也背起来了 可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呀 火通 对面的印度阿三声嘶力竭地 完成了一连串的动作之后 突然之间双膝跪地 这个举动把稳如泰山的腾柔都吓了一跳 连忙闪开一边 印度阿三是对着傅明杰跪下的 他死死地盯着傅明杰的身后 跪拜 不但跪 而且拜 三跪九拜 傅明杰试图移动位置 印度阿三也移动位置 不管他站到哪里 都保持着面向他 不得不接受这种大理的傅明杰 只得揉了揉鼻子 我说 你在说什么 我也听不懂 我在说什么 你也听不懂 你觉得这样交流 有意思吗 印度阿三笑啊 你很难想象 一个方才还如临大敌的人 突然露出这样的笑容 这是一种解脱的笑容 这笑容 这 这笑容 不好 不 不好 印度阿三没有给傅明杰反应的时间 他举起右手 寒光闪闪的切肉刀 像切开一块猪肉一般 毫无犹豫的 在自己的咽喉上 用力地切了一刀 这种力道 完全可以分开一头整牛啊 你 傅明杰猛扑上去 扯掉印度阿三手中的刀 丢出老远 同时开启机能养生器 系统判定无法拯救 我靠 印度阿三甚至没有阻止 身体上正在流血的部分 甚至在最后一刻 脸上还带着笑 你为什么要笑 你为什么要笑啊 围观的人群已经发出数声惊呼 四散而逃了 印度阿三的呼吸断绝 像一条破麻袋一般 摔在了地上 见识了一片草地 你疯了 你疯了吗 你究竟想做什么 你想要做什么 这是第一次 第一次看见一个活生生的人 在自己眼前了断自己的性命 毫不犹豫 满带笑容 即便是看见低视司机撞车 还见满脸诡异的大胡子尸体 都没有这种震撼 我信了 我信了 傅明杰怒急 这句话不是对着印度阿三说的 却是转过头 对着自己的背后说的 哪怕自己的背后根本空无一物 现在有人看见他 一定认为他也是一个疯子 明杰 久经阵仗的唐柔 今夜目睹这般诡异的状况 一忍不住有些花容失色 脸色苍白 这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傅明杰狠狠地捏了捏拳头 我身后 有鬼 四周寂静无声 是有人听到附近草丛里 一只蟋蟀微弱的鸣叫声 楼上几乎所有的房间都开着灯 几乎所有人都在目睹这场 诡异的惨剧 糟糕 傅明杰猛抬头啊 还好 没有看到自己熟悉的面孔 我们要让他们离开这里 事情的发展突然之间 就脱离了傅明杰的全部预料了 严重性超乎想象 现在死的这些人 已经可以确认 都是见过女鬼的人 这就是说 从现在起 但凡见过的人都有危险 问题是 黎珍和王沁 似乎都已经见到过 他们有危险 我明杰想要狂奔入楼 信念电视 又止着脚步 不对 并不是所有的人 一开始 都能看到自己身后的女鬼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 又把她出现的原因 但是现在和自己在一起 就是有危险的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 女鬼会再次现身 自己不能去 现在和所有人都不见面 才是保护他们最好的法子 我去 倘若貌似已经恢复了阵地 虽然脸色还有些难看 说话的声音 已经不再颤抖 你在这里等 等警察来 傅明杰点了点头 记住 让所有人离开这一块 不要让他们靠近 山峰比普通的峰厉害 微微的山峰吹拂着 良意已经不能让傅明杰畏惧 他的怒火腾腾地烧到不可抑制 为什么 为什么要掠夺这么多无辜人的姓名 不管你是女鬼还是厉鬼 就算你再往死 你也不能把别人的姓名都成儿戏 修正冲我来 别再害别人了 傅明杰大吼 寂静的山谷中回蹬着他的吼叫 却无人应答 警笛四起 警察到了 陈强也到了 傅哥 这 这是怎么了 陈强一如往昔 热情地赢了圣人 傅明杰如梗在喉 根本无法言语 摇了摇头 没什么 就是有个精神病 在这里自杀 被我们遇上了 身后传来唐柔 有些轻微气喘的声音 一听就知道 方才他一定是用了最快的速度 通知大家转移了 不要过来 傅明杰转过身 你也回去吧 我没事的 晚些打电话给你 唐柔没有作声 也没有转身 镜子固执地走了过来 不可能 我绝不离开 他的声音 犹如铁打一般的监视 唐 唐少孝 你 你也在 陈强赶紧上其身手 直接被唐柔捂试 唐柔走到傅明杰身边 递听到 你放心 他们我全都交给黎真了 暂时 都会在待一起 不过有事的 傅明杰的嘴唇动了 想要感性 却依旧说不出话 这究竟是 怎么 怎么回事啊 陈强挠了挠头 最近这一期莫名其妙的人命案子 做 总能遇到傅哥 你是什么意思 霍明杰没说话 唐柔说话了 她好看得眉眼望轻轻皱着 你的意思是 明杰有闲习 不不不 陈强汗都下来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唐少孝千万别误会 这几起都是 实打实的自杀事件 绝对与人无忧 只不过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少废话 快点说 只不过 这几起人命案 都实在 太过古怪了些 不然 不然唐少孝 傅哥 咱们坐下来 慢慢说 傅明杰 深吸了一口气 他也很想知道 警察那边 究竟有了些 什么样的线索 点了点头 是这样 三人坐在招待中心 安排了一个会客厅里 陈强搓了搓手 给傅明杰递了颗烟 自己也点上 慢慢的 最近 我正在调查那场 游艇自杀案 和女士谋杀案 说出来 傅哥 唐少孝 可千万别生我气 因为 因为傅哥是 那艘游艇舍 最后一个客人 所以 我不得不对他 做了一个 必要的小调查 小调查 傅明杰点了点头 表示理解 自己是当事人 调查自己 是理所应当的 结果 让我发现了 几件很古怪的事情 陈强手中的烟 差点掉在地上 急忙捏住 傅先生 从游艇车下来的第二天 上了一辆出租车 下车之后 这辆出租车 就立即出了一场车祸 死机当场毙命 傅哥当时 当时有目击证人 是 你继续 傅明杰狠狠地握了我拳头 这不是意外 这件事现在看来 怎么也不像是意外 然后 就发生了那个 传主自杀的案件 还在游艇上 找到女尸 这几起案子 傅哥都是当事人 我没有办法 不把这些案子联系起来 我所说的奇怪 也就在这里 傅哥一直都是当事人 却一直都没什么事 只是和傅哥 接触过的人出事 而且 渐渐 不是意外 就是自杀 你究竟是什么意思 唐柔终于忍不住 插着聚嘴 我 本来这种事 是不应该我来说的 但是傅哥 你不会 不会是 站上什么 报告 一个警察突然退开门 进了个礼 陈队长 我们已经调查完毕 有46位目击证人 正式死者属于自杀 好 我知道了 就能把尸体处理一下 搬走 是 警察再尽力 关门出去了 陈强的眉毛住的 像两条毛毛虫 犹豫了半天 又是自杀 傅哥 傅哥 你认识他吗 傅明杰失气了一口气 只是 他是前天我去吃饭的 一个印度餐馆的主厨 这 这些人为什么 遇到了傅哥就会 傅明杰苦笑啊 我想 我知道为什么 事到如今 再也无法隐瞒下去了 傅明杰索性 将自己身后 跟着一只女鬼 以及遇到的所有奇怪事情 说了一遍 刚刚说完 似乎是为了 佐证他所说的话 整个会客厅的灯光 突然好一致忽闪 三人一起抬起头 看见忽闪不断的灯光 过了几秒钟 终于恢复了正常了 傅 傅哥 陈强艰难地 咽了一口唾沫 我 我认识一个 专门驱鬼的大师 您 您不然 去 去 去 抓住他吧 唐柔的脸色很白 白的几乎没有血色 傅明杰在犹豫 他却没有犹豫 这 这是他的名片 陈强松兜里 翻出一张名片 放在桌子上 呃 不然 呃 不然 傅哥 呃 唐舍舅 没什么事 我 我 我就先走了 唐柔摆了摆手 陈强如萌大射 快速几身推门 推开门的时候 还心有余悸地抬头 看了看顶灯 然后像只中了剑的兔子 飞也似地溜了 傅明杰坐在原地良久啊 现在你也知道了 跟着我有多么危险 唐柔突然打断了他 那是女师 你见过没有 傅明杰一愣 看向唐柔 见过 呃 长得漂亮吗 漂亮 真看不出啊 现在明杰的魅力 居然打倒 远波阴阳两界了 连女鬼都要追上你 唐柔这是 在开玩笑吗 笑了 嘘 他真的是在开玩笑啊 这种时候 开这种玩笑 我竞争不过活人 莫非还竞争不过死人吗 唐柔嗖的一声 站起身 朱月的身子挺翘 我决定了 我一定要从这个女鬼身边 把你抢回来 傅明杰正正地看着唐柔 一向霸道的唐柔 居然用这样 自贬身价的法子 给自己打气了 说是在开玩笑 笑得这么勉强 脸色这么苍白 摆明心里还是怕呀 再强的女人 也含有不怕鬼魂的 但她眼中的神情 却这般坚定 看样子 想要赶走她 是很难了 呵呵呵 风明杰突然大笑 突然起身 也开了句玩笑 也罢 说不定 我们还能做一对鬼鸢样的 不料 唐柔的脸色 却突然间有了血色 刚往了头 下意识地低了下去 使劲地咬了咬嘴唇 突然用细弱文盈的声音道 一言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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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就是开了句玩笑 名片上的地址很偏僻 在西郊一个叫 红法寺的地方 名片上写的名字 叫绝魂 后坠 高僧 绝魂高僧 背面写着义务范围 祈福 驱鬼 改运 取名 家宅风水 红法寺 我倒是听说过 香火很旺 看样子值得试一试 看了看时间 现在是半夜四点 距离天亮 还有几个小时 现在驱车前去 应该正好 明天带车子了吗 我 我是跟车来的 自己也没有开 嗯 糟糕 刘屋把车开走了 他知道自己不会开车 把车留给自己也没用啊 咦 傅明杰摸出钥匙串 试着按动了秦韵 送自己的电子钥匙 滴滴 一辆车的警报器 果然有了反应 寻声望去 不 不可能吧 在啊 滴滴 在啊 滴滴 我在啊 在啊 滴滴 滴滴 傅明杰的嘴巴张得很大呀 舌头掉到了地上 不明就里的一定以为 他被勒死了 在电子钥匙下 给出反应的 不是别车 正是那辆 鹤立车群的 布加迪威航 不加迪威航 秦韵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是一辆价值超过一千三百万 国内含有的不加迪威航 霸道无匹的暗金色车身 在警报器灯光的闪烁下 一发光 似乎正在向某人招手 怎么 警报器坏了吗 唐柔奇怪地看着一个劲 狂按电子钥匙的傅明杰 不 不是 不是 没有 没有 傅明杰回过神来 小心翼翼地走上前 小心翼翼地逃出车钥匙 小心翼翼地插进去 小心翼翼地扭动 开 开了 这车真不错 唐柔也惊讶 但反应明显比某人强多了 秦韵 天哪 这以后自己只要一开这车 就会想起它 自己答应盲庆的事 怎么实现得了啊 算了 不是想这些的时候吧 你来开吧 傅明杰惋惜地摸了摸 一尘不染的车顶 这么好的车 自己居然不能开 真是 明杰不开吗 我 我不会 傅明杰咬了咬牙 不会啊 怎么看来的 唐柔微微一笑 这是我今天收到的礼物 唐柔一正 点了点头 能送出这么大手笔的礼物 也只有秦氏起验了 看样子秦韵对你 可不像他说的 秦韵 他说什么 傅明杰抬起头 紧张地期待夏文 唐柔却又将下半截话 咽了回去 事不宜迟 我们出发吧 看样子 这两位国际友人 背着自己 就傅明杰问题 有过某种程度的交流 可惜 俺不知道 他们交流的是啥呀 好车 刚刚启动引擎 唐柔就忍不住 又赞了一声 是啊 不管这车里的沙发皮 还是门上的塑料 都比自己的那辆 可以丢的车强太多了 就为什么只有双排座 那么意味着 自己今后 只能带一个牛逗风啊 郁闷 强劲的引擎 发起低沉的吼叫 瞬息之间 布加迪威航 已经进入了行驶道 开始了奔驰了 半夜的车 本来就不多 布加迪威航 在唐柔故意的 极限操作之下 闪电败了超车 看到傅明杰的眼睛 都是花的 也只有这种车 才能体验驾驶技术 明杰 明杰 明杰快点去学驾照 这样的车 不自己开 太浪费了 什么也不用说 一辆横空出世的 布加迪威航 已经让唐柔 把刚才的女鬼啊 什么的忘得 干干净净了 电话一阵 傅明杰摸出一看 是强力打来的 傅哥 傅哥 你没事吧 虽然电话是强力的 但是那头好像有很多人在说话 蜂明杰揉揉揉鼻子 关心自己的人多 感觉真好啊 嗯 我很好 不用担心 不过你们暂时都要待在一起 不要分开 知道不 知道知道 刘伍都已经告诉我们了 嗯 许 你放心 女生都不在这里 这是只有我们男人晓得 那还好 那还好 有人要跟你说话 过了一秒 一个声音传了过来 明杰嘛 你在哪里啊 这个声音 不是阿三 不是花四 也不是刘五 但又这么熟悉 谢谢你 来 что 好 来 trial 到 Entwick 冧 罢 使得 刘